你还记得新川专线吗 新川专线撤销前最后一天 我暖洋洋了 没法去送别 所以只能等小队整了再来体验 怎么体验 右转二体 自己开一遍啊 还有你吗 嘿 突风 重走新川专线 新川专线终点站早已竖起了817的站牌 031号车 新川专线公交车 方向华代路川环南路 发车时间上午11点10分 相比上川专线 新川全程转的弯其实很少 包括三四九也在堵最尾 也在小最尾 干嘛我们小转弯的时候 肯定要专业点的嘛 有点低 小英后面车撞了 新川专线全线曲线系数很低 排除掉限速和堵车很效率了 当然和二号线还是没法比哈 中心路西藏北路到了 请下车开门请当心 新川专线走的是西藏北路地道 能看到大跃城的摩天轮 坐过的扣一 看过的扣二 继续向前精华路段 新世界城 香港名店街 干锅区黄河路店 金太子形象设计 咋这么溜 经典不在 人广再也没有去穿沙的公交车了 穿过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的 一安东路隧道 浦东出口这边 有很多车急沙看路 毕竟下一个出口 就是罗山路了 东方医院以前英文爆站 有三个版本 东方Hospital East Hospital Orento Hospital 干嘛东方医院 你无措啊 东方医院有人下车吗 Makeglo 没有就开过了 又好 983路新级服务吗 摘掉永修路帽子的浦东大道 一路畅通 却再也等不来 他的专属明星 柴油巨龙车85路 18间到了 请下车 这头壁箱是什么鬼了 浦东大道的三层 14号线浦东大道地道 浦东大道地面道路 都已经投影 从2008年到2022年 14年反反复复 终于迎来了 鬼胶快速路 主干道并驾齐驱 上川路 不对 金桥路右转 金桥路 张江路 一直到孙桥 然后华夏路到川沙 干脆利落 四公司的深川专线还在 接下来 下一站 张江龙工商 新川专线由金高公交划分给南汇公交便南逃拆分的命运 终于在去年平安夜被优化成了817路和浦东108路 与806路和815路不同 由南汇公交运营的20817路仍然以上海火车站北广场为终点站 蓝色的车厢就像喝了闷婆汤 早已忘了它的前世 新客栈北广场到开与新村 虽然看不到听不到 可是逃不掉忘不了 就连整片的你的发烧 都变成了 好 现在是华夏东路川沙路 右转一停 一定要把这个握好 最速农工商有你我吃吧 面儿 新鱼路有你我吃吧 面儿 南桥路有你我吃吧 面儿 经过长途跋涉 我们终于到了华代路川华南路 这个左转过去 我们就要到达终点站了 感谢您一路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下车前请检查一下自己的行为 以免相互拿错或遗忘在列出走 好像说错了 有人觉得原本一步头能到的公交车 被优化了实在不方便 而有人觉得公交没有地铁块 本来就没人愿意去坐 你的看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说说 或许能帮到其他人 更多旅途故事 记得关注我